大家好,我是游上杰 节目开始前我想先感谢大家持续收听 也特别感谢每个月小而赞助的订阅师听众 你们的鼓励我都有收到 这些都是支持我创作下去的动力 那喜欢节目的大家可以到Facebook或Instagram等社群平台 搜寻解锁地球追踪起来 时不时可以看到我们更新的最新动态 每集相关的照片 以及精心制作的直播还有影片内容等等 千万不要错过啦,感谢大家! 好,那你准备好了 OK,你说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是,你讲 OK,OK,好 OK,好 好,我要讲什么 等我一下 你慢慢来 好,3,2,1 大家好,我是游上杰 大家好,我是吴文杰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我发现我们自我介绍的押韵 我们都是杰 对对对 天啊,我终于刚才录到音了 我应该说 我觉得我跟你的认识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对,我去找你签书 对,然后我会知道解锁地球 其实你跟我讲过 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记住 但是我在非洲的时候 我同事介绍给我 你非洲的同事介绍给我 对,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解锁地球怎么有追踪我IG呢 后来我就有点把他跟你连接在一起 哇,听到 因为我那时候 我记得没错话 当初我找你签书的时候 那个很久以前 2020年吧 对 然后我就有跟你说 你有没有兴趣来讲查德 然后那时候你还跟我讲说 你觉得那个时候查德 你对查德还不太熟 无法讲 对,我其实如果你要很认真地跟我说 我对查德是不是真的很了解 我会说其实还好 即使我现在在那边已经待了两年了 嗯嗯嗯 不过你在两年过程中 其实坦白说 我觉得你满 其实满衰小 就是刚好这两年完全覆盖在疫情之下 对,应该说我2019年的时候去查德嘛 然后有半年快乐的时光 之后2020年初疫情就爆发了 然后2020年8月中 我再回去查德的时候 我的生活就天翻地覆 完全不一样 嗯嗯嗯嗯 好,那所以看来很明显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查德 真的很高兴 就是过了两年之后 终于可以成功录影录到查德 对,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查德到底在哪里 以我来说 我在认识你之前 应该说我在知道你要去查德前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查德在哪里 没关系 在我去做这个工作之前 我也不知道查德在哪里 对,所以你在那个时候 你在查德是做什么工作 我在查德 我是从事翻译的工作 就是我们公司是石油公司 然后查德 因为他以前是法国的殖民地 所以法文跟阿拉伯文是他官方语言 那我们公司是台湾人开的公司嘛 那我们就是需要会法文的人 那我就是法文系毕业的 所以当初就是我学长介绍我的工作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职权 你要不要来应征 他觉得说我就爱到处跑 那喜欢到处跑的人 就好像蛮适合这样的工作 要不要来查德啊这样 没错 当初他就是这样讲说 我觉得你很适合 要不要把履历丢过来 所以那时候我就还在尼泊旅行 应该说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的资讯 然后后来我在又去尼泊 总之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投了履历 然后公司就远端安排面试 经过考试面试之后 我就幸运的录取了 你知道我之前一直常开玩笑 就是说你知道解锁地球的来宾资料库 里面有一大部分人是阿拉伯语系的 的毕业生 因为你知道阿拉伯语系的毕业生 他们都会在各种 你知道我们不熟悉的国家工作 对不对 一直到近期之后 我发现我来宾开始出现很多法语系的人 像阿拉伯学系的那个毕业生 你可以帮我cover西亚北非这一块 然后法文系的可以帮我cover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一块 因为其实应该说法国 法国其实以前的殖民地也不少 对对对 那像在非洲西非跟中非 就是有蛮多法国殖民国家的 那里就是法语会通的地方 我前阵子跟一些那个法语系的朋友 聊一下这样 然后他们很多人 也不是很多啦 应该说总是会有人 毕业之后来拍到西非啊 或是其他国家这样 然后我跟他说 我认识几个人 他之前在拍一下查德这样 然后他们都替你感觉默哀 为什么 他说查德很糟 其实他们觉得啦 因为他们说查德好像自然很差 然后又没有娱乐 然后整个 总之他们就不推就对了 那他是去哪个国家 我那时候认识的人 有人去塞内加尔 然后有人去布吉纳法所 我觉得查德比布吉纳法所 真的吗 应该说 我学长他们之前是派去布吉纳法所 那时候还有邦交 然后所以他们是 就是帮台湾政府 类似帮政府工作 然后派去布吉纳法所 但后来就是断交 他们也撤退了 可是其实从我去了查德之后 布吉纳法所发生政变跟动乱跟爆炸的机会 比查德多很多 去查德反而比较稳定 应该说查德他在中西非里面 就是他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国家 当然他还是有很多动乱 但是比较像是在边界 例如说在靠近北边查德湖那边 或者跟苏丹的交界 或者南部跟中非共和国的交界那边 就是恐怖分子会出现的地方 但其实他在首都恩加美纳 或主要的大城市里面 其实他是相对稳定的 他的政权也是稳定很多 在2021年大概4月中之前 查德的政权都是由德比 就一手掌握 那他一手握大权30年 所以你看中非西非 你要说出一个国家 30年没有政变的 没有就只有查德 所以其实他是相对稳定的 OK 我原本还以为查德 因为之前看到新闻 就是查德感觉好像内乱不断这样 对 其实查德就是他大概1920年被法国殖民了 然后大概1960还70年左右独立 那他独立之后 其实他有经历过一些军权 就是内斗 还有跟利比亚的战争内战之类的 可是他自从1990年德比掌权之后 其实他是相对稳定的 当然他的里面会有叛军 他其实叛军曾经打到首都就是安加美纳 但是因为法国在后面撑腰 法国有介入这个事情 法国就是查德后面的类似老大字 对大金主这样 因为其实查德跟 就是有一个叫做G5 就是中西非核 核体有一个叫做G5 他们就是由法国跟欧盟 在后面提供金元跟金钱 然后来打击恐怖分子的 对 所以那有毛利塔尼亚 然后奈吉利亚 尼日查德 然后应该还有克麦隆 就是这几个国家 他们组成一个团体 叫做G5 然后5就是那个Sank 就是5的意思 然后他们是一起对抗 就是沙哈拉沙漠那边的恐怖分子 那后面谁在主持这个活动 就是法国 所以法国长年以来 一直都投入大量的军援跟金钱 来支持这个地方 我最近看到报导 就是说因为法国 它过去的殖民地 很多在非洲 那以一个前殖民国来说 法国算是干预他 前殖民地非常激烈的一个国家 以查德来说 我们觉得是 因为例如说 我刚刚说过 之前德比总统 虽然就是他掌权30年 但他其实 他们本身的武力 其实是蛮容易被他们的叛军 就是打倒 叛军很容易就是 清少可以超过他 对就是很容易会打到首都 一下就好像首都就快要攻陷了 这时候法国就会出来 如果他们决定要支持现在的总统继续执政的话 他们就会派出战绩 然后轰炸一下 然后叛军就会溃散 因为查德本身的军力是 空军军力是很弱的 但是法国只要派出那个幻象战机来的话 叛军通常很快就会被打败 哇所以德比就是说 你再过来我叫老大扁你这样 没有他要跟法国维持好 那个就是良好的关系 才能call out 基本上我们都会说 法国好像也不是完全就是只支持现在掌权的人 他们同时好像也会 观察一下 扶持一下判军 就是维持一个 恐怖平衡这样 对对对 就对他们来说 因为如果你就不听话 可能改天他们就可以考虑 找人弄你哦这样 对对扶持下一个之类的 哇那这样法国的触手 真的很深 对法国应该说 在查德来说 法国的影响势力是最大的 美国还没有那么大 也是啦 那因为刚刚讲到就是查德 不管他内部有叛军之外 他之前也跟周边的国家 也没有说多和平嘛 对不对 在过去的时候 他以前就是跟利比亚打战 对然后其实他以前跟苏丹有打战 但后来苏丹那方面 就是比较像是peace 对 然后利比亚自从那个 格达菲下财之后 其实也还好 就没有校长了 但是2021年4月的时候 德比过世之后 那时候叛军就是从利比亚边界 就是往查德往内打 那时候其实查德的那些叛军 他们当初他们串逃到利比亚的边界之后 其实就是利比亚在那边支持他们 他们才有武力继续往 就是往查德内部打 对 虽然有点迟了 但是我帮大家科普一下查德的地理位置 因为讲了半天 大家因为不太确定大家知道相对位置 对 可是以非洲来说的话 那非洲大家最知道就是撒哈拉沙漠 是在北部它一块很大一块横向的区域 没错 那如果说你看google map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撒哈拉沙漠好像分成两排国家 没错 就是以北有一排 然后每个都很大 然后以南也是一排 然后每个都很大 对 那查德的话严格来说 它应该是下排的 对 那是南沙哈拉沙漠 对 然后这上下排 其实因为刚好 我觉得看地图真的很好笑 因为他们 因为沙漠是在这两排国家中间 对不对 对 然后这两排国家的大城市 都会贴在离沙漠越远越好 像北非这几个国家的大城市 全部贴在最北边 那南 就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这一排国家的大城市 全部贴在最南边 没错 应该说 大家都想要找一个有水的地方 对 所以像恩加美纳的话 它就是尽量远离撒哈拉沙漠核心区 它就贴在西南的边界上 恩加美纳其实它是 位在很靠近克迈隆边界的一个首都 以一个首都来说 这么靠近邻国 其实一般人看起来会觉得 这个玄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但它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选子 应该说它 它已经离开了沙漠去 所以它旁边 紧邻一条河叫沙里河 那沙里河的话 是查的最大的河流 然后过了河之后 就是科迈隆了 所以我们就是在河的这一边 跳望对方这样 对 看科迈隆就在对岸 跟这个事情在非洲国家 还蛮常见的 我在观察 根据我身为一个Google map旅行王 我在Google map上省游的时候 我常看到非洲国家特别常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首都贴在人家脸上的这样 其他国家我是没有那么清楚 但查的它是真的非常的靠近边界就对了 所以我们当初 应该说2021年 德比总统过世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还蛮担心 叛军会打到首都 对 我那时候看到新闻 他说离首都也没多远 然后德比还是欲驾清真 然后战死沙场 对 其实他那时候刚选上了总统 意气风发 对 然后叛军就有点在前线动乱 其实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跑到前线去 但他去前线之后 他就突然受伤 然后隔天就说 就不治 然后就过世了 后来我就问我的查的朋友 身为一个总统有需要跑到前线去吗 也不是什么三十几岁 是六七十岁 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 那是他的风格 他就喜欢御驾清真 他就塑造一个强人形象 对 应该说他从年轻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前线 那他就是一个 我就是要当做做为表帅的人 所以他很喜欢自己亲自 冲第一这样 对 他以前好像用那个叫什么 皮卡车作战很有名 叫皮卡车将军 Toyota的皮卡车 对 他就是靠这个 他好像就是以运用皮卡车战术为名 起来的一个人 哇 那这样说的话 他也算是死得其所啦 对 基本上如果名义上他是死得其所 但内幕上我们不是那么的确定说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战死还是怎样 对 但反正现在对外统一工程 他就是为国家奉献战事在前线 非常的伟大 对 那因为你之前是发文系嘛 对 那你在去查德前 因为你应该听过你的 不管是学长姐 学弟妹 同学 就是这个圈圈里面的人 讲过大家去外拍的经验嘛 所以在过去你对查德 你有听过大家去查德的时候 的感想是什么 或是你自己的认识是怎样 老实说我在去查德工作之前 我对查德真的一无所知 应该说我知道我们系上就是有学姐跟学长去 对 但在那之前我只是真的不知道查德这个国家 我对他了解不多 我就是面试之前才赶快上网Google了一下 把维基百科背下来 对 面试的时候就有个面试官 他是我们的查德级同事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对查德有什么认识 那时候我就看了维基百科 我就说人类起源的地方 他找到一个人类最早的头部 然后我就说我就认识这个 然后他就说了查德湖 然后我功课就是做得不够好 他讲查德湖的时候 他是讲法文 然后那个音节是很短的 我还catch不到 我就想说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 对 后来他就是说 很尴尬 对 然后到后来我才知道说 原来查德湖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 然后近邻中西飞好几个国家 那那边有名其实就是恐怖分子 一直在那边坐 原来有名的点是这个 我以为他什么风和日丽之类的 没有 那边就是非常危险的地方 如果你要避开危险的地方 就是不要去查德湖 OK 大家可以笔记一下 算是一个反景点这样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面积的湖 但是也是日渐干苦 所以他的面积其实现在也慢慢缩小了 所以坦白说 你去查德前你的想象就是来自维基百科 可是恐怕也是有限 对 然后我面试的时候 应该说我主管就问我说 你可以适应40度高温吗 我就说 我应该可以吧 然后他就问 去之前都可以啊 对对 去之前都可以 然后他就问我说 你可以适应就是你的活动范围 有一些限制吗 你不能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就说 没问题哦 哇 太天真了 对对 应该说我去了之后 其实我发现 其实比我想象的好 真的可以 真的还好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对 所以你就这样毅然居然去 你不会觉得有点挫挫的吗 这样 因为但我也知道很多人身边的人 去过非洲工作这样 可是查德毕竟在非洲也是一个能见度比较低 如果你说去伊索比亚 我觉得大部分人也许是可以接受 然后或是说去稍微名气比较高的国家 比如说肯亚 坦上尼亚等等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 至少你听过这个地方 然后他好像也就还好 你也听过有人会去观光 可是查德我还真的没有听过 有人去查德玩 或去查德工作 我相信应该台湾人或者亚洲人 比较不会想到要去查德观光 跟去工作的也都很少 可是我当初会去就是因为 我就是一个背包客嘛 然后我常年就是很容易赚钱 就把钱花在旅行上 那时候我已经有点像是 嗯 预算已经花光光了 我觉得我需要就是找一个工作 然后 稳定的做个几年这样 对对对 存一点劳本这样 所以那时候 尽管我对查德就是一无所知 也觉得这个国家 嗯 好像有点危险 但是因为那时候 我已经有认识的人在那里的 所以我想说那就相信他们吧 如果我个人是认为说 像我是一个背包客王 我自己号称赤骨耐老 对对对 假如我这样受不了的话 还算背包客吗 对 我就想说 我学姐跟学长都在那里了 没有道理 我就是没办法 如果他们可以接受 为什么我不行 所以我就秉着这样的心态 就去了再说 对 而且至少认识人在那里 又不是一孤生一人 对 没错 而且其实是台湾公司 所以是有台湾人的 大家还是互相照应一下 对对 其实我蛮多台湾同事 然后我去之前 其实就幻想 我去那里要吃茶的餐 吃茶的食物 结果我去到那边 每天都在吃中餐 每天都在吃中餐 为什么 因为台湾人公司 所以就提供台湾餐就对了 一个是 我们大部分的同事 应该如果有超过一半的同事 都是台湾人 另外一个是 大家应该知道吧 非洲很多国家 都有很多中国人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吃中式料理 就是更倾向台湾的料理的话 就是你会找一个中国厨师 会比找一个台湾厨师 容易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的厨师都是中国厨师 那你最后到底有没有吃到茶的餐 有 两年总是会吃到吧 应该严格来说 真正的茶的餐 应该算一次 有一次就是我们决定说 就一次喔 两年吃一次 应该说你在茶的 如果你要在外面吃饭 不是去一般餐厅 我是去那种路边餐的话 你要冒很大的风险 什么风险 就是你有可能肚子拉个三天 三年拉不完 这个风险喔 对 可以想象耶 所以我们 应该说像我们公司旁边 有一家骆驼肉 骆驼肉 烤骆驼的骆驼肉 是有名店喔 我想吃耶 可以吃看看 就是还蛮Q 只要可以承受拉三天就可以 不一定会拉了 如果能找到品质好了 像我们公司就没有地址 应该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址 我们每次跟别人讲说 我们在机场附近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哪里 我们就说骆驼肉店隔壁 他们就说 那我知道了 懂了懂了这样 对 所以骆驼肉 这真的还蛮有名的 然后那个骆驼肉 就是算是local的食物 那个我们会吃 我们心血来潮的时候 会想要买一点回去吃 但我们的查德同事 他们中午午餐的时候 他们很常去隔壁吃 但我们因为我们公司有公餐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常去吃 我们比较像是 想要体验一下的时候 加菜加菜 对 然后我们 有时候另外一个外食是说 真的是local style 是有一次中午 我们就是大家坐车 全部去某一个不知名的小巷子的路边烤鱼 摊吃烤鱼 烤鱼喔 对 查德身为一个内陆国家 河鱼吗 对 你没有河 查德就是因为安加美娜靠近它 查德最大的河流 沙里河 所以那个河里面会有一种鱼 叫Gabitain 非常大的鱼 其实有点像五过鱼 就是很大一条 然后他们喜欢的做法就是整只鱼拿去炸 拿去炸 就是炸鱼 听起来 就是炸鱼 不错 还蛮好吃的 而且他炸鱼之后 他因为他被法国殖民嘛 所以查德也是像越南辽国那样 是那种法国长棍面包很流行的国家 他该会把炸鱼夹在里面吧 没有 他会给你一只一条炸鱼 然后旁边还会给你一个长棍面包 然后会夹一些酱跟沙拉 其实很好吃 我光想像这样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错 因为鱼用炸的应该是酥酥脆脆 然后长棍面包 都是大家熟悉的食物 你们都会觉得没有出什么错 但你看到很多苍蝇在旁边飞的时候 你心里就会觉得 还是有点问题 你会担心 但是那个炸鱼 因为我们都是 因为我们真正想要会去吃的 local的食物 都是我们当地的同事 我们公司当地同事 他们也喜欢也推荐的 我们才会去 不然到处路边的 是有点挑战的 应该说油鱼那边医疗有限的关系 你不敢冒险对不对 如果你挫个半死 你也不知道要去医院还是怎样 应该说你想要吃 但是你承不承受得起风险的问题 我刚刚忘了问你 我蛮好奇 就是那骆驼肉吃起来是怎样 等一下 我先想象一下 我猜是有点像比较肥的牛肉吗 其实骆驼肉它是颜色偏白色 偏白喔 偏白一点 有点像是猪 有点像猪肉的颜色 但是我不知道是我们吃到部位 比较靠近驼峰还是怎样 我觉得油脂有点多 对真的很油对不对 对还很油 我真的风味是有一点点小挑战 但是做的好吃的话还是不错 所以是很油的猪肉的感觉 稍微多一点油脂的猪肉 但是比较硬的猪肉 比较有嚼劲 可是猪肉已经本来就算有点硬 骆驼肉更Q一点 好 没关系 到时候有机会我自己来试试看 对 大概我是觉得 大家有机会可以吃看看还不错 好 因为我看地图上 查德应该 我不知道它国境哪有几% 就是在沙拉大沙漠里面 恩加美娜应该是少数比较小的区块 算是有核 恩加美娜是其实 我去之前有在网络上Google了一下 看起来街道都黄黄的 你实际上去那边 其实街道确实都是黄黄的 但是其实恩加美娜中文玩多数的 所以还是可以看到树 然后还是可以看 有有河嘛 所以就是很常看到河 但是那条河就是有好也有坏 那是什么坏 如果雨季的时候淹水是很可怕 是那个马路上的水 就是会淹到你大概可能快要大腿 膝盖那边 大腿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大家都把那个摩托车骑到那个风格岛上面 然后我同事他们 不然泡水啊 他们回家之后 对 他们每次雨季回家的时候 真的就是裤子要捞到大腿那边 然后有时候就说 我坚持到不好意思 因为我家那边淹水 好像也不能怪他 那边的房子 就是可能有钱了才能盖那个砖盖的房子 不然当地人的房子是那种 土盖的 土盖的 对 然后那种水就很容易淹进去 而且土盖的不会 我一直想象 就是他不会水淹一淹 就是整个摊掉 蛮多应该都还是会的 但是你看他们每年被淹一次 我相信他们也是有点心的 对 他们应该有方法可以面对这个 但是那个淹水确实就是 每年都会发生 就是每次雨季的时候 新闻上就会报道 然后你看到照片也就是 就是整条街 整条大马路都是水 那我们自己去医院的时候 路过也是满街都是水 听起来在那边物质生活 好像就是蛮恶劣的 还是就这个刚好下雨才会这样 平常就还好 看你以什么标准来说 以我们台湾人的标准来说 那里的物质 当然不行 对啊 对对对 当然是不行 但是因为我们是住在查德 就是首都恩加美娜 其实我觉得那里的物质条件 以外派人士来说是还不错的 那以当地人来说 还是要看你经济能力 对 我之前看别人去非洲国家外派 他们 因为非洲国家 它首都应该还蛮多这种外派区 所谓外派区就是 很多外国人外派在这里 它类似自成一个小社区那种感觉 我听别人讲的啦 但我不知道恩加美娜有没有这样 恩加美娜的外派区就是 我们也是自成一个小圈圈 是假的 应该说我就是那种 因为我本身是北宝客 所以我很喜欢就是认识不同的人 所以我就跟那边的外派的人 就是也是打成一圈 那由于恩加美娜 毕竟查德还是查德 虽然说它相对稳定 但也不是真的可以到处 啪啪噪的一个地方 所以那些外派人士 我们这些外派人士 我们就是会固定去几个地方 例如说 我们会固定去一家饭店 做运动 所以周末的时候 大家很常去到 很常去到那边 所以你就会认识 然后下班之后 大家又很常去固定同一个酒吧 所以你就会 基本上都会互相认识 假如你不认识他 没关系 他也肯定是你朋友的朋友 OK 就这个圈子很小 很小 小到我们都说 人家美娜没有秘密 我想也是 像这种比较小的圈子 大家都是外派的 是不是很多八卦 没大堆传来传去 对啊 其中大家最常讲 我说法国人最八卦了 大家都 为什么符合我的刻板印象 对 大家都觉得说 法国人很可怕 但其实 大家都很爱八卦 也不是只有法国人 你会说别人八卦的时候 就表示你 你也在八卦了 对 你已经也在八卦了 身陷其中不自知 这样子 对对对 但那里 因为查德嘛 他是世界上就是最穷的几个国家 所以他有很多那种NGO的单位 所以很多欧洲各国不同的人在那边 其中还有韩国人 韩国人还蛮常出现的 是哦 美国啊 韩国人 然后英国人 就是反正欧洲西方的国家都会有 对 然后在那里的话 因为我刚刚说过大家去的 能够去的地方有限 所以我们就非常容易认识彼此 可是这样讲的话 你生活圈还是主要在这群外派的外国人中 而不是跟查德一起 跟查德当地人一起 比较不是 应该说 其实不管是我 还是那些NGO 为什么我们还大部分还是跟外派人士在一起 主要其实因为我们的行动都被限制了 我们不能说 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 像很多NGO 他们要离开恩加美娜首都 他们要离开首都的话 他们是要先取得一个同意书的 要报备 他们的单位 不一定会让他们离开首都 因为他们觉得你离开首都 有可能就会有危险 你就怕他突然出事 然后那个单位可能要负责这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们有蛮多 有一些人他们的条件 甚至比我们公司还严格 我们公司是没有明令说 你不能离开首都 但是基本上我们不会离开首都 因为你要离开的话 你要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那如果你离开之后 你发生什么意外的话 其实就会变得很麻烦 变得有点复杂 到底这样算谁的 对 然后所以大家都待在首都的话 能够去的地方就是真的不多 我们在查德最常去的就是各个饭店 各个饭店 我们会去各个饭店 就是打发时间 例如说 你说饭店是hotel还是 hotel 去hotel要干嘛 就是游泳 查德最大的优势就是 那里的饭店都有露天游泳池 而且是不是很便宜 还是他专门做这个外国人生意 所以其实也蛮贵的 应该说 任何在那里外派的人 去那个饭店不会觉得很贵 例如说我们游泳一次 大概是7000 safe 换起来台币 大概其实就是两三百台币 游泳一次两三百 只是用游泳池 其实那里物价没有很便宜 但也可以接受 如果它是一个超高级的饭店 然后里面游泳池 两三百 那里的饭店应该就是 可能四星五星 大概就是像这里的三星左右 对 高级不到哪里去这样 应该说它那个造景都蛮漂亮 其实那种法式挺圆的 就是树都会剪得非常的 线条很直很圆那种集合造型 就是法国知名风向 所以我们大概都会去饭店 例如说游泳 然后饭店通常都会附各种那种运动 就是场所 例如说打雨球打网球 沙滩排球 那不错 饭店怎么突然变成什么运动中心的感觉 就是其实是一个四星级饭店之类的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固定去 其中一两个饭店 那大家都在那里 所以很容易就认识了 哇 居然饭店有这种妙用 就你不是去那边住房 是用它的设施 很多人 应该说有部分的人会住在 常住在那个饭店 但其实他们有住在那个饭店的人 也会固定到那里运动 那这样的话 等于说 因为这些这个娱乐 是你们住外人员的娱乐 对 那查德 像恩加美娜当地居民的娱乐 是怎样 他们不可能到这个饭店 去打雨球之类吧 有钱人会来 有钱人 有钱人就是假日的时候 他们会带小孩来 那种你就会看到 他们就是恩加美娜的有钱人 就是会带小孩到高级饭店游泳的 然后还有那种 年轻的大学生会来 像我们公司附近 就是周末的时候 就会看到年轻的大学生会来 然后查德的年轻大学生 其实跟全世界的年轻大学生一样 他们就超喜欢自拍 然后他们会打扮得超美 然后就在泳池旁边 一直就是跳舞 然后录影 可能会跳个三五片 然后录到 录都满意 感觉录TikTok这样 对 很像应该是录抖音 然后他们也会在 他们其实都不太会游泳 但是他们都会穿泳衣 然后我们会在 那来游泳池的主要目的 就是拍照才是本体 对就是拍照 然后只会你在各饭店 很常看到那种大学生 然后他们就在角落拍照 因为他很明显的 一直在比姿势 而且换不同角度 所以你看到他们 都知道他们在拍照 游泳池变成景点了 王美景点 是王美景点 而且因为我们公司隔壁的饭店 或者说其实其他饭店 也有可能游泳池会变成 有妓女出现的景点 游泳池 对因为法国 我不是说法国是查德的大金主 那有很多法军就是住在查德 需要娱乐这样 对然后法军他们就是会周末 才能出来放风 那他们放风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到游泳池面游泳 然后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类似算妓女 算妓女好了 他们就是会知道说 这些法军周末会出现在哪里 然后他们就是固定在那一两天 会出现在游泳池盘 然后喝饮料等他们出现这样 哇 可以说是如影随形 对但当地人他们就是 他们用的香水非常的浓 如果他们下去游泳池之后 你再下去的话 你完全就是会窒息 真的假的 浓到他可以融到游泳池里面 没错 把游泳池里面加味 浓到你真的是没办法 对我们来说真的是too much 可是你说在游泳池 这边碰到的那个恩加美娜人 要嘛就是自拍网红 要嘛就是有钱人 那一般人呢 就是说普通的居民 没有那么有钱的 普通的居民他们应该是无法负担进入泳池 你想想看你只是进去游泳 可能至少要5000 大概250台币左右 对超过250 5000 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蛮高的金额的 他们可能一餐 一餐就要这个价格 那他们的薪水一个月 可能普通来说大概 六七千台币就已经算不错了 那你说吃一餐250 300 你去个游泳池这250 这对他们来说其实是负担很大的 对普通老百姓是没办法做到这个程度 通常会去游泳池的都还算是有钱人 OK 哇那难怪就是高消费的产业会在这边缆课 我想这边也是很合理 对应该说大部分这会在游泳池出现的 就真的就是只有查的上层阶级的人 还有外派人士 那这样的话你在那边工作啊 虽然是台湾公司 可是你的同事应该不止就台湾人吧 对我的同事有部分就是查德人 其实我们的查德同事 他们就是都还蛮可爱的 他们跟我们公司合作了蛮久 所以他们比较知道我们的个性 但是他们跟我们就是落差很大 对像我们台湾人就是 因为由于我们是助办合一 所以我们台湾人去上班的时候 就是还蛮随性的穿梭 但是查德同事每天来就很像 应该说很像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森宴一样 他们都一定很认真的打扮 然后穿高跟鞋 然后会把家里可能最漂亮的衣服都穿来 每天上班都这样穿 每天上班 男生的话他就是一定会 穿西装是不是 西装打领盖 然后皮鞋 对他们就是一定要 就是衬衫很鼻挺这样 然后女生就是真的就是争起斗艳 就相比一下 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凶愧 你穿睡衣啊 别人旁边穿礼服这样 对对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 他就是他觉得他们就是今天来选美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刚睡觉起来这样 我不想要刻板印象 但是我以为在查德 就是大家穿着比较随性一点 那就刚好其实相反 没有 其实你在查德的路上 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查德人 其实他们的穿着都是非常的正式的 骑摩托车的人也会穿西装这样 路人就穿西装骑摩托车 可能去买菜之类的 对就是他们的一个文化 如果他们去上班或者他们去任何场合 他们就是都会很认真的打扮自己 像之前我一个法国朋友就跟我说 他就说不是法国人的那些外国人在查德 他们其实不太懂查德文化 就是说他们去跟查德官员见面的时候 他们穿的太casual 其实不对 你应该你要去跟查德政府或官员见面 你应该就是要尊重他们 那他们你怎么样觉得尊重他们 你就是要穿的有派头去 他们才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 所以他们才会对你认真讲话 那如果你穿 要穿个T恤这样 对他们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不怎么样 然后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别 那查德人的话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来自法国 因为我印象中法国确实也西装比挺 但我觉得在非洲 他们好像又把它做到更近一步 他们真的非常的隆重来上班 这个蛮出我意料的 而且这样压力其实蛮大的 就像我也很讨厌穿西装 或是穿正装这样 那如果我去上班的时候 发现那边整排的人 全部穿西装礼服 我好吓死 如果你一直都穿西装 可能就不会这样 但他们就是真的是习惯 是一种习惯 然后查德同事 还有一件事 他们在样我们非常惊讶 就是他们每天都换发型 那他们换发型不是因为 例如说我今天输一下不同的发型 是因为他们就是非洲人的那个头发 就是蛮短跟硬的QQ的这样 对就是贴头皮那种 对有点像钢丝球贴 就是钢丝球的感觉 但这样要怎么换发型 他们这样换发型的话 他们就是有假发 他们每一个女生 每天换不同的假发 对他每个女生都有很多假发 就假发对他们的女生来说 是一个必备的 类似化妆品 时装配件 对时装配件这样 如果你没有假发的话 当地人就跟我他们就跟我说 你没有假发 你会有点类似受到歧视 就表示说你的经济能力真的很差 连假发都买不起 就可能别人觉得你很low这样 对所以他们就是即使像我们公司 即使连清洁人员 媳妇 他们都有很多假发 所以办公室的清洁人员的 只要是女性 他们一定就是会带假发 而且那个假发还要就是可能 一两天换一次 或每天换一次 对所以你常常说 今天这个人短发 明天怎么突然长发飘逸 然后后天又变了一个大波浪 对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 我就是不知道 然后就吓一天 想说 他头发怎么长那么快 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 就是我们有个警卫 她是女神 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 她在梳头 然后想说她在做什么 她是拿着一顶假发 大白天的 然后放在膝盖上面梳 我看到 满惊悚这样 我真的是吓死了 我真的吓死了 他们就是像我们的清洁人员 他们在做那种比较需要体力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会把假发拿下来 对 然后他们就会 他流汗 对 可能就会把原本的头包起来 但等他 然后就会穿着制服之类的 看起来就真的是在认真工作 可是等他们打扫完之后 他们就是下班前 他们就是会去换装 所以你就会发现 完全不一样的人就出现了 意思是就会穿着很美的裙子 然后假发 然后对 就是很慎重的出现 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外形 或是他们的穿着假发 或仪容等等 要求超高的 对 他们很在乎 他不会说我穿上班的衣服 他就说 好啦下班回家了 没有 他们就是只要工作结束之后 就是他们脱掉那个工作的制服 他们一定就是会 一个换得很下巴这样 对 换到美美的衣服 然后才要回家 只是为了回家那条路 对啊 如果是我们台湾人 我们就说 那我就穿着制服回家 对 但他们不会 他们就是很认真的 对 那台湾人也是相对来说 穿着我比较随便的 对 国家 我最近有问朋友这一点 可是 蛮多外国朋友 他们来台湾之后 他们反而喜欢这一点 就不用那么麻烦嘛 对不对 你就随便穿就可以出门 我觉得比较轻松 对 对 总是比满街都是西装 然后结果你穿吊嘎 那种感觉好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所以我在查的时候 时常会觉得 有点羞愧 其实我一直很羡慕 那个 就是家里有很多假发的人 假设 你看假设我是光头 然后我家里有十顶假发 那等于说 我真的是每天我看心情 我今天可以当金发 我明天可以红发 我可以要长就长 要短就短 我可以去换旁克头 就这样 你不觉得这样很棒吗 就等于说发型 其实发型 每天都一样 实在是蛮麻烦的 可是你又不可能说 我每天真的 输到怎样不一样 那头发就这么短 不然要怎样 可是如果当发型 是一个时尚配件的时候 哇 那这个 改变了一切 对 那前提是你要有钱 对 假发的那个差很多 其实烂的假发真的很烂 对 像我之前有问过 我就是法国朋友 就在查的法国朋友说 你知道他们那些假发从哪来 他就说 非洲查的那些假发 大部分都是从印度来的 印度 为什么是印度 后来我想想觉得 也是合理 想看我们印象中 印度女生的头发 都很长又黑 所以剪一段下来 直接卖你 应该是那里可能 靠卖头发为生的 或者说愿意卖头发的 我想应该是 资源是比较多的 对 也是 他们天生有那个优势 也是 那他们就是查德人 他们在上班的时候 除了打扮很正式之外 他们在上班 譬如说态度 或是上班 这个工作文化上 跟台湾有没有什么差别 应该说 查德人其实 我不知道说是受法国影响 还是怎么样 但他们确实 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 我们台湾人会 我们容易觉得不好意思 就是随时随地 sorry 对 我们也容易觉得 怕给别人造成麻烦 但是 我认识的查德人 不太会这样 他们想要什么 或他们喜欢 或他们不喜欢 他们就会 直接讲出来 除了直接讲出来之外 我觉得他们可能受到 法国殖民的影响 他们很喜欢 树枝感情 树枝感情是怎样 把一件事情说得 更严重或夸张化 像其实我们公司 就是时常会收到一些 油田那边 会收到一些 当地居民的投诉信函 他们都会写得 非常的夸张 文情并茂这样 对 有时候你在想说 你是在写书 还是在写信 但这就是他们的风格 其实他写的 不只他陈述这个客观事件 还要加入很多主观的感受 他讲的 就把它包装得非常完整 他们喜欢这样的风格 他们例如说 可能讲一件小事情 但是他们 都会讲到说 这件小事情 影响我多大 如果我不做这个 我会怎么样 对 但其实只是一件小事情 可是他们不会觉得说 这就是这样 那如果我们是台湾人 我们就觉得 可能不好意思夸大 或什么 但他们是相反 他们是 为了彰显那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会把它放大 就搞得他精神受损 什么之类的 对 所以 对 真的是 应该说是 我们还蛮不习惯的一个地方 对 你有听过什么例子 比较夸张的吗 你说我们在 我们会帮当地的查的人盖水井 我们帮他盖水井 我们觉得我们在做善事 我们也会帮他们盖学校 我们也觉得我们在做善事 对 那我们觉得 我们给你盖水井 给你盖学校 就是不是很好 但对他们来说 你做这个是应该的 为什么 应该他会觉得说 我们去到他们的地方 我们用他们的土地 所以我们是有钱的那一方 你本来就要负责 做点贡献 对 但我们觉得 好 我们确实是在你们的土地上 就是说开发油田 没错 但是我们也付了租金 我们也做了一切了 然后我们帮你盖水井 我们盖了学校给你 好 结束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这边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但是对他们来说 如果你盖水井给他 之后那个水井坏掉了 是谁的问题 算你们的问题 对不对 是我们的问题 你那个售后服务不好 对我们就觉得说 这水井我们已经完工交给你了 所以交给你之后 就是你的责任了 那是你的问题 对的 对 那他们就觉得 不是 这还是你的问题 这水井是你盖的 所以有问题你要来修 就是他们的思考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这不太成功上也是合理 因为其实你们有水井的知识 他可能没有 你可以这么说 只是态度上可能 对应该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 然后像在这方面 如果他们觉得他需要我们去协助他们 他们不会像我们的可能觉得说 别人盖水井给我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感激了 就觉得说 那我要好好维护这水井 但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不太一样 反正别帮我盖的 随便 对 像所以 像还有一些东西 例如说 他们的逻辑 真的跟我们不太一样 例如说我们 我们的油田在南部 然后其实我们 也有聘用一些当地的 但是假如那个当地人 不是在那周 油田附近聘用的 你是从别的县市聘用的 但其实同样都是查德的 他们就会觉得 你做错了 什么意思 他觉得你要回馈灵力 那你是要回馈我这里的灵力 而不是回馈别的灵力 这么严格 就是他们的逻辑 真的是跟我们非常不一样 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是回馈你整个国家 而不是只回馈你的某一个地方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还是回馈了 可是对他们来说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像 在那边有台湾人跟中国人 对 那我们的司机就会常跟我们说 他们会觉得 台湾人对查德人比较有礼貌 然后中国人其实他们 也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 但大部分的中国人 会相对觉得查德人 或当地人会稍微低他们一点点 所以对他们讲话就会 比较没有那么客气 对 那我们台湾人对他们讲话就会 我们就是会比较客气 对 所以当地人 他其实他们普遍来说 都会比较喜欢台湾人 所以他们是有感受到这个差别 而且其实之前 以前台湾有跟查德建脚 那台湾就是有盖了很多的 应该说盖了桥 然后铺了道路等等 所以现在查德最有名的桥 就叫台湾桥 真的假的 还叫台湾桥吗 对 就在沙里河上 它其实是一条 应该说恩加美娜 最重要的一条桥梁之银 后来中国有盖了一些桥 但就是战略地位等等 都没有那条桥重要 所以台湾桥就是在查德 非常的有名 台湾桥可以去当打卡景点 台湾桥就是可以通往查德的南部 然后过了台湾桥 继续再往前开 没有很远就到克麦隆 这不错 交通要冲 只怕他被改名而已 我怕有一天去发现被改名成中国桥 还是变成中国台湾桥 中国桥还在盖 但好像盖到一半 目前就没进站 可能盖要没钱了 对 因为其实查德的蛮多建案 应该说建筑都是中国出资的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都 现在这样什么 盖到一半都庆功了那种 对 就是那种烂尾建设 对 查德有很多这种建筑 可是这样讲起来的话 你刚刚讲到水井的事情 我就想到 我常听到别人讲说 因为非洲或是说像查德这样 开发程度比较低的国家 因为很多NGO 也很多国际援助计划这样 所以当地人有时候久而久之 会就习惯接受国际援助 会变成说理所当然 你本来就帮我 你有钱嘛 你不是钱很多 有这种感觉 那你在当地是不是也会有这种感受 我在当地的时候 应该说我接触到的查德人 比较多的还是我的同事 那我同事他们 我觉得他们都跟我们工作很久 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相信 就是像我们油田南部的那些居民 他们比较像是接近这种说 那你来这里 或你就是要帮助我之类的 但是在我们在首都 我的同事他们 其实他们比较还好 他们并没有觉得说 我们有义务要帮助他们这样 对 但因为查德的NGO实在太多了 有二十几个 然后他们有做各种不同单位的 然后我有跟他们聊聊说 那你们去现场的样子都是怎么样 他们说他们都倾向是教育他们 但你说有没有觉得 你到当地就是要帮助我的话 我是因为我们是邮公司 那我是从那些 你是做生意的 从那些居民的那个请求 因为他们会常写各种信给我们 来请愿这样子 对对 请愿你说帮我盖教室 然后我缺 是这样的请愿 对 他帮我盖教室 或者说我那边缺一个什么 然后要挤包水泥啊 然后我那个缺一个什么建材之类的 对 但他们从他们写信来说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这个外来的公司去到那里 好像要变成 就是好像要扮演他们政府的角色 要盖学校 然后要提供电力 然后又盖水井 又铺道路 可是你又不是援助机构 你是公司 对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就是有钱的那一方 那你来我这边 那你就是要做这些来回馈我 然后他们就是说 那你们是有公司吗 你们有公司也会污染环境啊 所以你们就是要回馈 就是培育当地的人才之类的 对 但因为那些请求实在太多了 我每次看到都觉得 天啊 所以他们这个企业责任的概念 也是蛮先进的 对 这方面他们真的是 还蛮先进的 他们就是 我大概每个礼拜都会翻个一两封 他们这种请求信 那这样的话 你们对这种请愿信 应该也是有适度要回应嘛 就是等于说你要跟当地的人打好一些关系 不然的话你总是会很麻烦嘛 对不对 对 那你们会不会被那种当地政府 或当地居民刁难啊 因为你以前刚刚讲的 那他们会有这么多请愿 一定是当地政府 很多地方没有什么作为嘛 对不对 对应该说当地政府其实 呃 因为当地政府他们就是没什么财力 哦也是 基本上我个人是相信 即使他们想要做事情 应该也是不容易 因为他整个国家就是非常的穷 所以呃 当地政府的话 他们就是 政府也跟居民一样会写信 来请求 政府也要东要西哦 对 政府也会一起写信来说 诶那赞助我们什么 赞助我们什么 所以 只是要的东西更多而已啊 这个不赞助会出事吗 因为他 应该说他写信的口气是怎样 就是真的要跟你请赞助 还是说他有一种 半敲诈的感觉 嗯 不会啊 因为其实查德人 他们其实就是受法国殖民 他们写信的东西的话 如果是政府单位 他们还是会比较正式一点点的 他们会说 我需要什么需要什么 然后请你赞助我 那如果是村民那种手写函啊 就是比较直白 就是说 说什么 包盖教室 你说啊 对没有水啊 或者说我现在的田怎么了 我的什么被什么摧毁啊 然后我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差 这里当地的妇女 可能都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请你提供什么 就很直接 眉头眉尾也有可能 但是政府 如果是比较有 组织一点单位的话 他们还是会相对的 来个 就是起头起尾 至少前面两句 是稍微温厚一下 然后中间才要讲内容 哦 也不是 所以是有没有包装过的差别 对 但是通常包装越多的 就是要越多 哦 我想也是 好 我大概了解 这感觉还在那边工作是 我觉得查德人这样听起来 感觉 其实蛮nice 总体来说啊 只是说他们在表达方式 或是在 面对这些外国公司 或是机构的时候 他有时候 也会信仰希望你们可以 多提供他们一些好处 应该说 普遍来说 我们 大部分我认识的外派人 我们一致都同意说 走在街上 查德人对外国人 是非常友善的 像我们虽然是亚洲人 但是我们的皮肤也比他们白 所以我们在查德也属于白人 然后白人走在路上 就是非常的引人注目 对 但我又觉得亚洲人 好像要更引人注目 因为那里太多中国人了 所以假如我走在 恩加美娜的街上的话 走在路上 几乎每个人都会回头看你 然后 大明星 对 但因为台湾人比较少 虽然他们就不会知道 你是台湾人 但他们就会说 你是什么 China China 之类的 然后 对 总之非 一个人走在街上 真的太能注目了 所以如果没有必要 我们其实基本上 比较不会 压力太大 对 不会走在街上 然后有时候 走在街上 也会有人来要钱 对 但那个都还好 就是他们也不会 紧追不舍 但你就是 拒绝他们 但是你说查德人 对外国很好 可是 查德他们的 那个 劳资观念很不一样 像我刚刚说过 如果你给他们 捐一个水井 或盖一个教室 他们就觉得 那真的是 你一辈子的责任 所以 压力太大了吧 我是帮你盖一个水井而已 售后服务一辈子 那之前有另外一家 美国有公司 他们就是想要卖掉 然后就是卖给另外一家公司 对 那他想卖掉的时候 也出现了很多纠纷 因为他们卖掉之后 那当地的员工就会觉得 那我往后的薪水怎么办 所以他们就会要求那个美国公司说 好你可以卖掉 但你卖掉之前 你要答应我下一家公司 要保证全部都雇佣我们的人 而且要付我们多少多少 就是那个条件开出来是泱泱沙沙沙 很吓死人的 你是说公司收掉要把他资钱 要保证帮他找到新的工作 就是你要卖掉你公司给别人可以啊 但是那你要 等于你要保障我所有的原本的工作条件 你说新的老板要保证会把你留下来的 对对对 就是你卖给对方之前 你要就是跟对方取了个承诺 或签一个协议书说 保证对方不会就是换掉这批员工之类的 就是他们做了很激烈的各种举动之类的 而且他们也蛮就是会争取自己的权利的 他们会罢工 他们会罢工 受法国营养他们会罢工 好像讲起来在查德部真的是不能乱搞 他动不动就第一个要罢工 第二个就是说 你权利我要得到你要给我啊 不然你要怎么弄 很惊人很惊人 而且你在查德基本上如果你是资方 假如劳方要告你的话 你赢的几率真的太低了 所以查德是劳权天堂啊 对应该说他们就是当地人 普遍就是穷 所以他们就认定资方 基本上就一定比较有钱 假如某一个劳工 当地老公可能做了一点小措施 然后你可能就把他罢了掉 如果他心生不满 他去告你 你就完蛋 百分之八十应该都会输 你就是要赔他钱 不然你就是打一个无限官司这样 那这样说的话 那离职先告再说啊 因为表现起来有告有的拿 所以他们 我就刚刚跟你举那例子 就是说美国公司要卖掉 他们的邮天的时候出现 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每个人都要告他 对啊 他们就组成一个律师就是联会这样 集体诉讼这样 对对对对 然后全部罢工这样 哇 在那边做生意 真的是 不能开玩笑耶 就是要认真看待大家的请求跟需求这样 但你说太超过来没办法啦 只是说 不像有些地方 他可能会透过 就是压榨当地老公来换取 你知道利润这样 可是在查德 这条路恐怕是死路一条 应该说 如果他们 要告你的话 你就就是让他告吧 准备被告 你就让他告吧 对 因为有时候 我们是站在职方的立场 但是 有时候真的不是职方的错 对 例如说 他可能 有一些行为 不好的行为 造成一些不符合职业道德的东西 那你想要把他解聘 但如果他不是一个乖乖就是好 那我就做错 我就被解聘的人 那你就会很有麻烦 OK 非常的夸张 例子都有 就是 应该说以前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承包商 他是帮我们聘司机之类的 然后我们去聘的时候 可能那司机可能某一关不过 就没有聘用他 不是我们聘用他 是我们的下包商聘用他 然后因为他某一关没有过 所以就没有被录取 这样他也可以告你 你说他面试没过 可以告你 他可能其中某一项检测没有过 然后他这样 你没有聘用他 他就觉得你歧视他 那你就被告 不是啊 那叫他怎么裁判呢 面试就一定有人过 有人没过 那面试保证过 那我这样怎么 要面试个屁 总之你要非常小心在查德 因为他们 我想可能应该是 有点受法国殖民的 遗风的影响 很主张自己的权利 各种权利 对 所以其实查德 那个劳动法 是仿照法国的劳动法 辛苦辛苦 身为一个在查德的资方 真的是 每天要提心吊胆一点 没关系 我们就每天收到很多各种薪务 但是基本上都还OK啦 这是为什么你想离职唯一吗 不是 哈哈哈哈 不然为什么要离职 呃 主要是因为 这种疫情爆发之后 嗯 其实我在查德的生活 有一些改变 应该说由于疫情之前呢 我刚刚说过我们在查德 在安加梅娜有一个外派的小圈子 对 所以我的生活算是还蛮正常 有正常的社交生活 我自己说礼拜五我们可能就是运动结束或下班之后 我们就会去酒吧喝一杯 然后礼拜六可能就会去外面的面包店 喝咖啡吃早餐也蛮惬意的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下午就去游泳 然后晚上又做运动 然后偶尔可能还有一个什么艺文活动之类的 听起来也都还蛮正常 就像是在世界各的地方 可是自从疫情之后 疫情爆发之后呢 就是由于呃 就会有一些限制 嗯 那我的生活就就受到影响 就没办法随时外出 所以我曾经在疫情期间 曾经有一年 就是完全连大门都不能出一步 一年不能出大门 一年一步都 连大门都没有离开过 连去超市都没有 你说大门是指你 公司的大门 公司的大门 那一年 哇 那等于隔离一年耶 对 我们隔离超过了一年 但我的话是整整一年 哇 那这 不是啊 那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查德防疫这么极端啊 应该说不是查德防疫那么极端 是我们公司的政策 就是比较严格 因为比较谨慎 毕竟在查德 如果你就是染疫的话 你的医疗条件 如果 就是没有像台湾这么好 就是你可能真的会出事 就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站在这样的立场上的话 所以我们公司就会采取 比较严谨的做法 就是搞到人家一年不能出门 这也太夸张吧 对 可是后来打了疫苗之后 就是我们的生活 有比较恢复正常 那我会离开查德 就是其实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公司的办公室 它即将要搬去油田现场 就是搬去南部 哇 离开大城市 对 搬离开恩加美娜 那你知道恩加美娜 已经是查德 数一数二繁荣的地方 那我们搬去南部的话 我们的油田外面就是 油田 就只有羊 就只有羊 对 可能只看到羊啊 牛啊 哇 这个 可能马之类的吧 我觉得 应该我也不行 对 然后 你在那里的话 因为油田是生产的核心 所以那里的管控又会更严格 如果你去那边工作之后 你真的就是 就是完全不能出大门 你出大门也没有任何东西啊 出去要干嘛 因为外面就是油田跟羊而已啊 对 最近的城市也要1.5个小时 就是开车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行 对 如果你要回到恩加美娜 看你的朋友 你要开车要十几个小时 干 他没有考树到人性 应该说 这是你要取舍吧 因为你去那里工作 你会去那里 假如你愿意去 那你去之前你就知道 你就愿意接受嘛 所以薪水比较高 就是你牺牲了一些东西 是 你要钱 还是你要好的生活环境 就是你要有取舍啦 哇 那对我来说 在那边工作了两年之后 我的取舍就是说 我想要过一点 比较正常的生活 对对对 不是生活在油田这样子 对 但那个查德的经历 是还蛮不错的 我是觉得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一下 对 有经历过这段 我真的觉得蛮酷的 而且 哇 因为像你 我们最开始讲的嘛 我从来没听过 有人去查德旅行 所以我不太确定 我们的听众 有没有机会去查德玩 我是抱持的怀疑态度啦 说实在的 查德旅行到底有什么看点 应该说 为什么一般人 不会想要去查德 也不太能够去查德旅行 我刚刚忘了讲一点 是说 在查德 每一家餐厅 每一个公司门口 都是有警卫尺机关枪 在门口 机关枪 对 所以我们每个车子 要进入某一栋建筑前 都要检查 有没有炸弹 因为它是恐怖分子 猖獗的关系 所以 应该说它就是比较警备 这样的一个地方 真的不是太适合大家 就是平时去观光 但是其实在欧洲 还是会有部分的人 去查德观光 因为查德 它跟你刚刚说肯亚 坦尚尼亚 跟那些国家比起来 查德它比较原始 对 然后它又有部分的 变那么观光化 对 它又有部分的撒哈拉沙漠 所以会有一些豪华旅行团 会组团去查德 包车包保镖这样子 对 它们就是会 就是会搭那种高级帐篷 所以它们会经过安加梅 接下来它们应该 大部分都会去查德 最有名的两个国家公园 一个叫做Sakuma 在查德的东南边 那个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狮子 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长颈鹿 它是以长颈鹿出名的一个国家公园 然后现在还引进了犀牛 它们原本就是的犀牛已经几乎都灭亡 它们就从南非引进犀牛 那那里的话 它跟 例如说你去跟肯亚 跟去坦山明亚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那里就是真的比较少 比较没那么观光化 所以你看狮子的时候 狮子真的就在你脚边这样 哇 这不危险吗 你坐在吉普车上还好 虽然它离你很近 对 但应该还可以啦 但是如果你没有在吉普车上 如果你是站在T上 你就很危险 但是狮子跟国家公园里面的动物 你在吉普车上 它们是很习惯 它们也比较不会觉得威胁 它也不会管你 对 所以你坐吉普车 你在坐沙发驴的时候 你可以很靠近动物 动物比较习惯吉普车的身影 它们不会逃走 但是如果你在坐沙发驴的时候 你是用走路去坐沙发驴的话 我跟你说 你在超远的地方 长颈鹿就已经飞奔了 因为它们就感觉到你的气息 跟你走路的移动 所以 其实你要看动物你还是坐吉普车吧 就是看这个人好像跟平常移动的方式不太一样 让它们很紧张 对它们会很紧张 因为你像是吉普车 它就是有那个园区内 它会有个道路嘛 你都待在道路内 当然我们的吉普车还是会开进去 就是不是道路的地方 对 可是它们很习惯 因为平时就会有人在巡逻 可是如果你走路的话 它们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我那时候去Sakuma的时候 我去了四天三夜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段就是走路去看动物的 动物真的是看到我们就飞奔而走 然后看到非洲水牛超可怕的 怎么说 就是你什么动物 我跟你说你看到狮子都没有这么可怕 但是你只要离非洲水牛稍微有一点距离 你就要非常的小心 你的向导就会跟你说 你现在不要动 你现在不要讲话 就是你看到水牛的时候 你一定要等水牛绝对没有威胁 你才能从旁边经过或怎么样 不然水牛一攻过来 它就冲过来 对你就这么完蛋了 水牛是一种非常危险 然后又敏感 又容易受到刺激的动物 对 OK 比狮子危险很多 狮子在旁边睡觉而已 看到你又不会怎么样 哇 怎么感觉起来 就是连看有个动物也特别危险 因为我在其他 我听其他来宾讲 在其他非洲国家 东部非洲国家 看动物的时候 我没有听过有这么恐怖的 就是 所以搞得起来好像那边 就是查德可能 也没有那么光光化 就像刚刚讲的 所以那些动物 还在看到人类的时候 也不是这么安稳 应该说 你在吉普车上都还好啦 但如果你是走路穿梭 在那个丛林里面 去看他们的时候 是真的蛮危险的 因为你那样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变成 你入侵它的地盘 对 然后我们的向导 又只拿着一根小木棍而已 那小木棍到底可以干嘛 挡住水牛 他们会做一些 可能 或者说 会做一些知识 对 然后像是想要 吓跑他们 像之前 2019年 我去宁泊尔的时候 国家公园的时候 那里是犀牛 很有名 然后向导 也是拿着一根竹棍 但向导有教我们 几个小技巧 面对犀牛 想要攻击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你要遇到犀牛 想要攻击你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装死 没有啦 应该不是 没有 帮他讲 第一个你假如你有衣服 或什么有东西 你就赶快把他甩丢到一边去 他去追衣服 没有 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 然后你就跟他闪 还是怎样 就是你 你只要不要跟他直视 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之后 你就安全了一半 所以就是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就上衣先脱 先丢旁边去 对 然后有背包的话 丢背包有点心痛 什么都可以丢 鞋子啊 鞋子拿下来 直接丢下去 对 然后我们在 国家公园的时候 是还好 最主要 最危险的还是水牛 对 然后查的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就是那种有钱人 我刚刚说那有钱人会去的 对 那叫Anady 那个地方有点像是 有点类似美国 什么羚羊谷那样的感觉 就是一个峡谷 然后它那地形就是干燥了 然后那里真的会看到很多羊 真的很多羊 对对羚羊 那里是真的很美 但是那里它就是没有 一个固定的住宿地方 所以大部分去那里的人 都要坐小飞机 这是有钱的才能去的 尊绝不凡的行程 你要包机 坐小飞机去 然后我朋友就是 专门飞那条线的基石 这样 认真来说的话 如果有钱的话 查德还是很难多地方可以看 应该说你有钱的话 假如你不想去那么商业化的地方 查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 我不知道我们听众的财力状况怎么样 希望大家未来有机会的话 搞不好可以去查德看一下 就是相对于东非 更原始的动物生存环境 其实老实说 查德的那些看动物的行程 是比去肯亚便宜的 真的假的 对对 像我之前那个四天三夜 包含从首都搭飞机 然后住宿 一切行程 包含看动物 大概就是 一千美金 一千美金三万 现在 对 四天三夜一千美金 是搭飞机去的 搭飞机回来 就 包含住宿三餐 还有动物 其实算便宜 就可接 对对对 是可以的 对 只是说查德我们去 去查德的话 我们的困扰应该是签证 签证要怎样 很麻烦吗 签证其实也不会 好像有两个管道 一个是你透过北京大使馆办 就是北京的查德大使馆 另外一个是透过法国这边 重点是如果你去到查德之后 你一切就是要有人接你 不然的话 你就是 那里也是有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一般人不会做的 在那边被放生 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对 应该说我没有搭过当地的交通工具 但我看他就跟尼泊尔那样的 就是他们的公车 就跟尼泊尔那里是差不多的 就是非常的 local这样 就对外国人很不友善的那种公车吧 我猜 应该不会啊 你去坐你感觉会成为全车的焦点 没有 我所谓不友善 并不是指说那个气氛不友善 而是他那个搭乘方式 对 那搭乘方式应该 应该是 应该挑战一下 还蛮挑战的 对 有时候我站在路边 他们也会问我要不要上车 对 但我们应该是不会上车 看一下你又去哪里 对 但因为基于人身安全 我们在查德是不准做大东角航空军 哇 你们限制还真多 拜托 每个地方都有人拿枪在门口 也是啦 而且他们 查德 如果他们开心 他们婚礼 他们庆祝什么总统当选 就一直名枪 叮叮叮 对 你不知道他到底 一开起来一开子 叮叮叮 对他们开心心脸也在那边 叮叮叮 所以 现在手一划这样 对 我敢吓死 对 你根本不知道他那个枪到底是要开向你还是开向别人 总之 我们还是会相对的 还会错一下 小心 对 而且查德又是一个贪污还蛮严重的国家 有一次我在路上 我刚刚不是说安家美娜有一条河叫沙里河吗 对啊 有一天我就走到外面 我就看到日落 想说在河边看个夕阳多美 对对 那我就走去那边 结果刚好 那个河旁边有一条大马路 那边有一个警察的住警点 那结果我就走靠近河的时候 有一个警察就一直跟过来 他就说叫我回来 就说不要再往前走了 他要干嘛 对 我就想说你要干嘛 然后我就走靠近他 他就说 你的那个通行证在哪里 说你有授权在 因为我们在河边想要拍照 他就说你有授权拍照吗 你的授权书在哪里 拍照也要授权 对 在查德 在查德拍照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路上拍照我想随便拍个河 不行 在路上千万不要随便拍照 你有可能会被响响 你说我在路上拍个照 然后他把我打爆这样 应该说有这个风险 对 你在查德千万不要随便拍照 我们去查德之前的第一件事 就是就会收到一个通知 是说叫你查德之后 你下危机之后 千万不要随便拍照 你在路上你坐车的时候 也不要随便把手机拿出来拍照 但因为我已经去了很久 他有时候就忘记了 因为自己没事这样 就忘记了 所以那次我就在河边 就想要拍照的时候 那个警察就把我叫过来 然后我就说什么事 然后他就说 你那个拍照授权书在哪里 我没有拍照授权书 他就说这也不可以拍照 你不知道吗 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拍照授权书 我说我是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才没有拍照授权书 他说可是你拍照了 你就要有拍照授权书 那现在删权来得及 对 我说我只是看到夕阳很美 想要拍个风景照 他说没办法拍照授权书 然后我就说 我把照片删掉 我说已经没有照片了 他就说 那你跟我回去 然后我们就回到 他在那个圆环地方 有一个警察站 他就说我要跟我长官讲 我就想说好 那你就讲 然后我就刚刚回去 结果我就发现 他根本没有要去找他长官 他就拿一张椅子 就坐在我对面 然后就一直坐着 最后他就说 叫我给他一万五支付 来这招我就知道 他就是要钱而已 对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钱 一万五 刚刚换算一下五百块是不是 一万五 一万五大概七八百 七八百 七八百 对 然后他就说你要给我钱 然后我就说我这样没有钱 然后他就说 反正就说你没有授权书 那你就要给钱 你不给钱 你就不能走 然后我就说 好 我就说我们公司在这里 然后我们也是跟政府单位合作 政府也是我们公司的股东的一部分次 像你要钱的话 那先让我打电话给某某部长 我先请示一下 如果他同意给钱 我再给钱 先吓吓他 对 然后后来他就看我要打电话 他就说你走吧 你也很会 不愧是在查德待过 因为这种 因为这不是第一次 有一次我们就是整车的人出去打疫苗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可能我们刚好车牌 就是比较像是 不是挂那种普通的牌子 是挂那种油田 现场开的红色的牌子 然后就是交通警察就把我们拦下来 就上我们的车 跟我们回办公室 然后就一副说 要没收我们的车 把我们车开走之类的 结果到了最后 他只是要一个喝茶的小飞 是为了一些小飞 跟到这里来 对 也是蛮辛苦的 而且所以他就开口要一个金额 然后我们就给他 他后来就说 可是我们有三个人 他还有两个同事 还在路边指挥交通警察 所以他就要三个人的份 我们就给他三人份的小飞之后 他就走了 我还以为他说 我家有五个小孩 没有 对 总之就是 后来你就学到一件事 就是说 反正如果交通警察 或什么警察 他们想要找你麻烦 就只有一个 他们就只是要钱而已 对啊 其实很多国家都这样 也不是查德而已 对 但在查德真的是不能随便乱拍照的 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如果你看到他们叫你走 例如说你真的想要拍照 像我之前有个朋友 乌克兰人 反正他就想要拍照 他是真的拍的 然后我们就看到警察 或是类似宪兵人走过来 就赶快上车赶快走 逃掉了这样 你不逃一定是要钱啊 反正之后如果要拍照 真的要至少先看一下四周 对后来我们就说 假如你真的很想要拍照 你要找一个人就是掩护你 先cover 就是挡在你面前这样 对或者说你要很隐晦的假装你在看手机 按到拍照 拍照照片 对而且刚刚讲到查德观光嘛 有一次我去一个智陶的小村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 对我就跟我朋友去 对你不是拍很爽 对我沿途拍很爽 我都完全不觉得有问题 直到有一次我朋友好像刚好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就一个人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 他那边有村里有没有一条小溪 然后那个有个妇女就在那边洗衣服 刚好又有一群羊就是跳过那个小溪 我想说这画面还不错 我就拍拍拍了好几张之后 那洗衣服就对我生气 他就说 他你有没有带礼物给我 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礼物 他说你拍了我那么多照片 不给我礼物 然后我说我没有想到要给你礼物 他说那你要不要给我钱 我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他就说你就拍我照 我就说可是我没有拍你 我就拍羊 虽然最后就是这样不了了之 可是我就大受震惊 然后我就心情就是荡到谷底 我真的没想过 他们真的会直接因为这样就要钱 然后后来我朋友回来之后 我就跟他说 刚那个我只是在拍羊 好像不小心拍到那洗衣服的阿姨 然后阿姨就跟我要钱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知道你刚前面为什么拍照拍这么爽吗 是因为我都在后面一直晒钱 他在后面撒钱 对 他说你知道像我们进去某一个智讨的这种家庭 看他们智讨 然后还可以拍照 还可以聊天 这些什么 都是要付费的 他都一手在后面就是照顾好了 这个朋友哪里找 你家是介绍一下 家里妈去查的就找他 他就查得通 他在那边七年了 推荐一下 还是台湾人 台湾人 希望他可以帮我塞一点钱 对 然后后来 从那次之后我才意识到说 有钱好办事 对 果然是 后面有人跟着撒钱 你前面要干嘛就干嘛 对 我那次就是前面这个过得太爽了 然后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他其实默默做了很多 增进友谊的工作 你有没有考虑要把查得这个经历写成书 目前应该还不会 未来有机会 假如我再回去查得 我才会考虑 因为我想说 在我在查得是一个外派的身份 由于那里的自然的关系 由于我们共事的关系 其实我们深入当地的机会 是相对有限的 对 但我想说 假如要写书的话 我会希望我能够有更多经验 是更接近local的生活一点点 也是 例如说 假如我继续回去 然后我派去游天跟当地村民 就是比较熟的话 我也许会考虑 但是因为我们之前都生活在首都 那首都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是 以外派人士为主的地方 对 就是查得天龙国这样 对对对 我们就活在天龙国里面 所以 假如要写天龙国的事情是可以 但是要写当地人的事情 可能还需要加油 OK 好啦 没关系 不过至少 你现在目前已经三本书了 我觉得 暂时 反正你 暂时也够了啦 之后有机会的话 再补上查得这个 我觉得就圆满 将来有机会再说了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你的书啊 因为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我觉得 有机会 我想想把你的书介绍给大家 那我想问一下 你当初是怎么样知道我的 坦白说我真的忘记 毕竟也是蛮多年前的嘛 对不对 对对 然后 因为你在那个开往龙木岛的漫船 你的封面啊 不是因为是猪吗 对 就是在那个一个围墙里面 对 因为我就很喜欢猪嘛 然后我不太确定是我意外看到那个照片之后 我想说 诶猪 然后就拿起来看 那你知道那张封面的故事吗 我不知道耶 那张封面的故事 对啊 里面有写到 可是我忘记了 就是 就是我在乌布的时候 我一个人就走去一个小村庄 那我在村口脏头探脑的时候呢 一个大婶挑的东西 大婶就看到我 就把我就是挥手 然后叫我去他家 然后我那时候不知道中了什么鞋 他挥手我就真的跟他回家 然后那个巴厘岛人的家里 就是会有一个类似凉亭 他就把我叫到凉亭下面 然后就拿那个椰子 拿一颗椰子出来给我喝 然后我在喝椰子的时候 他就拿出各种巴厘岛衣服 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 然后介绍他儿子什么之类的 给我认识 介绍儿子哦 原来他是要找媳妇就对了 他就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结婚啊 有没有男朋友啊 什么之类的 对 OK 超展开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事情好像差不多不妙了 我已经体验过到local家了 我就说 该闪了 我就说问他要付多少钱 我想说我喝了人家一颗椰子 也是要付一点钱 然后他就说随意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一下我在一般餐厅 喝一颗椰子多少钱 我就给他差不多那样的价钱 之后就赶紧离开了 对啊 因为不然他一直叫我买衣服啊 我想说我没有穿你的衣服 那猪是他家的 就是在他家门口那边 就是有一个小猪圈 那猪真的不错 对 所以我那个开网龙木岛漫传 就是我的第一本书 那本书主要是写我在泰国跟印尼的旅行的故事 然后我第二本书是云南 就是长山下河海前我的云南百炭人生 你现在也去过云南 对对对 我去过大理 所以我对于你描述的那个大理 其实是蛮有感觉的 可是我去的大理其实是2013年 2013年 跟我也没有差多少啊 对对对 我们应该是差不多同个世代的大理 听说现在大理跟以前不太一样 然后我听更早期的人讲说 大理当初是更稀皮 所以我就不知道 大理一路怎么样变化过去 对 我就是 我是2012年去大理的 然后那时候 我是打算去云南待一年 对 但计划感不上变化 所以我后来就待了三个月 那我就是从 昆明到大理 丽江 香格里拉 然后到宇峰 就是德青那边靠近西藏边界 走了一圈 一个月之后 就回来大理 然后就算是住在大理 然后在大理就认识了一群朋友这样 那一群朋友现在还住在大理 哇天哪 哇一住就是永远了 他们真的是经历的大理的 就是看着大理怎么变 看着大理的风花雪月 对对对 而且它是一个蛮有趣的 它现在发展的非常的成熟 我得说 我知道 对 所以我第一本书就写云南 那我第三本书呢 是今年才刚出版 全新立作 对 主要是讲我在太北跟辽国的旅行 那书名叫湄公河上的两人旅行练习 这本书呢 我编辑是说有点小浪漫 主要是因为我是跟我的旅伴 阿根廷来的一个律师 然后我们是两个一起旅行的 所以两个人呢 就会有一点浪漫的小故事 所以编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浪漫的书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三本书的性质是差不多的 其实前两本也是有点偶尔爱情有关的 对 一直都有 小短篇小短篇 对 因为在旅行嘛 旅行的时候一定会有爱情的 基本上应该说假如你一个人去旅行 你就很容易跟别人 你知道吗 看对眼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爱情跟旅行其实是不可分的 分不开的 除非你就是很坚定说 我在路上 我不管看到谁我都不心动 但其实还蛮难的 对啊 因为会有这种掉桥效应嘛 对不对 就是你在一个 因为旅行不管怎么说 会是一个充满了变数 跟有点冒险性质的一个旅程 在这个情况下 你很容易就是 把你的情感投射到某个人身上 对 而且你在旅行的时候 你的心态是比较open 对啊 对 所以你比较容易接受各种不同的事物 在那个情况下 你会比较容易跟别人产生一些互动 所以大概这样就是我的三本书 我目前没有计划写第四本书 对 没关系 搞不好之后就有了 先不要说这么早 好吧 以后再说咯 那我会把 我会把你的相关连结 不管是社群啊 或是部落格啊 或是这些书的连结 都放在本集的show note 跟相关的贴文中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非常跟大家推荐 大家可以去买来看这样子 OK 谢谢大家 耶 好 那我们今天感谢文杰 来节目上分享 OK 谢谢大家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yay y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